大家好,这里是历史万花镜 古时候的中国被称为礼仪之邦 不管是婚丧嫁娶 还是小孩满周岁 都有一套规矩 比如婚姻 在古代是由不得自己的 一定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很多的夫妻都是在结婚那天才看到对方的真面目 在这种习俗下 产生了不少将就的婚姻 男男女女毫无幸福可言 但是也有一些聪明的男女 他们用另外的方式去寻得心仪的另一半 像比武招亲以文会友 比如宋朝第一才女李清照 在第一任丈夫去世后 以对联招亲 虽未有人能对上 却也是佳话一段 比如在民间 有女子以山洞之中一眼拳的上连招亲 等来秀菜脱口而出 隋朝隋阳帝年间 皇帝偏爱江南 尤其是江都 京阳州 热闹非凡 这日 江都附近的瓜州镇正值庙会 各种摊贩各种吆喝 别说小伙小姑娘 连老人小孩都出来凑热闹 人群聚集最多的是李家饭店门前 男男女 水泻不同 挤上前去看 原来是李家女儿李婉儿在招亲 只是这招亲的方式不一般 只见饭店横扁两侧 挂着一副醒目的对联 上连是山洞之中一眼拳 下连呢 却是空空如也 宁眼人一眼就看出 原来李家是在对联招亲 这李婉儿刚死了丈夫 虽然说是个寡妇 但是才貌双全 陪嫁风赢 一时间大家议论纷纷 这山洞之中一眼全说的是什么 对联这种汉语特有的文学形式 相对诗词来说 在民间是更广为流传的 它更像一种文字的游戏 从基本的工整 对账到字意 字形都能环环相扣的经典语句 不但能体现一个读书人的文字造语 更能体现作者的情商与智慧 面对李家出的这个没来由的上连 不管懂还是不懂 有不少人跃跃欲试 排队上前对对联 只是从清晨到傍晚 也没有哪个下连是符合李婉儿心意的 父亲见状 叫下人收拾门摊 自己则安慰女儿 好事多磨 良人难觅 咱们明日再来 说起李婉儿 她也是文明十里八乡的俏姑娘 不仅长得好看 更是饱读诗书 颇有才情 古时候女性地位低下 信奉女子无才便是德 大部分的女性 都没有接受教育的机会 李婉儿很幸运 不仅家境殷实 更是有个开明的父亲 从小便请了师父来家 终教她识字 读书 写文章 当李婉儿长大成人 到了婚配的年龄 说没地几乎踏破了李家的门槛 面对这种善 小姐很明确地向父亲表示 对方钱财多少 相貌如何都不计较 只要求对方满腹经纶 熟读圣贤书 很幸运 李婉儿等来了个志同道合的丈夫 二人双宿双飞 读书写诗 好不惬意 过上了幸福美满的日子 也许是情深不寿 没多久 还没等待下一儿半女 李婉儿的丈夫就因病而去世 撒手人寰 剩下她一人守着宅子 空虚寂寞冷 没多久 李婉儿回到了娘家 但是依然整日思念丈夫 郁郁寡欢 平时除了一日三餐 也就是翻翻书籍 书里的诗词与故事多秋良 又引得她故隐自怜 好不伤心 如果是在现代 遇到这种事情 女性们还能化悲痛为力量 将所有注意力 集中到工作上 发狠搞搞事业 但是在古代 女子以三从四德为行为标准 在家从父 嫁人从夫 夫死从子 一辈子都是依附着男人而生活 他们从未独立生活过 社会也不会给他们独立生活的空间 李婉儿还算比较幸运的 至少她可以安心地住在娘家 不用为生计发愁 父亲愿意继续供养她 古代女子通常在嫁人以后 就被娘家人视为外人 将来不管发生什么 娘家人是可以不闻不问的 都说忘记一段感情最好的办法 就是走进一段新的感情 父母不忍心看女儿 就这么消沉凋零下去 于是开始托媒婆 给她寻找合适的对象 渐渐地 李家隔几天就有人上门提亲 这边父母热情接待 那边李婉儿却异性阑珊 刚开始她还出来见一见 后来慢慢地 连面都不露了 没有一个是她感兴趣的 其实 父亲是了解自己的女儿 知道她想要个读书人 但是毕竟女儿是二婚了 没有那么多好的让她挑了 李婉儿也不是不心疼父母之人 看到父母如此为她操劳 她有愧疚 只是 她无法控制自己的心情 她没有办法高兴起来 更没有办法 让自己兴致勃勃地去相亲 思考良久 她想到了一个办法 古有比武招亲 经有她李家对联招亲 于是 李家上上下下开始筹备对联招亲 除了张贴告示 更是带话给媒人们 如果还有兴趣提亲的 一定要来 父亲更是请了算命先生 测算拿此日子 是黄道吉日 最合适对联招亲 万事俱备 只欠东风 只见李婉提笔写下了一连上连 煽动之中一眼泉 这上连在李婉心中已经很久了 不但包含了她对前夫的情感 更代表了她对将来生活的一种态度和希望 如果有谁能对出她心目中的下连 那这个人不但闻采了德 更是心思细腻 思维敏捷 能洞察她的所思所想 和她就是有缘人 李家的对联招亲已经过去两日了 别说上来对对联的人 就是看热闹的人也没几个了 父亲多少有点焦虑 这两日来对下连的也不乏些青年才俊 其中有些下连 虽然不经验 却也算是工整了 比如森林中间半干河 铁棒旁边两山丘 山石岩下古墓窟等等 可是都入不了女儿的眼 父亲劝说女儿 要不稍微解解释一下 这上连要表达的意思 给点提示 可是李婉不为所动 只是让父亲和她一起耐心等待 第三日 是李家招亲的最后一日 已是晌午都无人英联 父亲似乎也放弃了 不像前两日那样守在前头 他此时正在柜台内拔弄着算盘 也不知道是真的在算账 还是假装在干活 晌午已过 日头正读 父亲正打算歇息片刻 突然看到一书生站在门前 这书生面貌清秀 衣着简朴 身形单薄 只见他若有所思地 看着门扁两侧的对联 然后缓缓道出 乾坤寸心半月窗 说完书生摇摇头探口气 准备转身离去 此时 端坐在阁楼的李婉儿有些激动 这个书生说出了他心中的答案 尤其是最后那一声长叹 更是探出了他的惺惺相惜 终究 还是有这个人存在 李婉儿顾不得礼仪规范 站起身来 探出窗外 换书生留步 父亲听到女儿的叫唤声 忙走出门去将书生迎了进来 听了父亲的一番解释 又看看李婉儿 书生这才了解其中的原委 一时间有些窘迫 连连拒绝 原来 这书生是江都一介秀才 虽然学识了德 却是家境贫寒 身无常物 就刚刚 他还在为去参加 近视考试的盘缠而苦恼 请客间 怎敢谈曲七成家 拿什么曲 李婉儿听了他的遭遇 走上前去 问他 公子能否说一说 这上连的意思 书生作一答道 山洞之中一眼泉 出此连之人 应该是失去了挚爱 内心悲凉 仿佛生活在一个的黑洞里 但是他并不想放弃自己 他在努力给自己留一线光 等待着有缘人来解救他 书生接着说道 我对这下连乾坤寸心半月窗 是想鼓励初连人 这世上总一个人把他放在心上 时刻惦记着他 那你为什么叹气 李婉儿追问道 我叹气 因为我虽读懂了初连人的心思 却不是那个能救他与苦难的有缘人 书生说道 父亲听了二人的对话 走上前去 乐呵呵地对书生说 你就是这个有缘人 从此以后 你就是我女婿了 只要你带我女儿好 好好考功名 将来读书的花费 全由我出了 书生喜出望外 简直不敢相信眼前之事 真是人生处处是惊喜 这一会的功夫 不但解决了她的难处 还娶了个貌美如花的妻子 大丈夫成家立业 现在家已成 看来立业也不远了 李婉儿也很开心 功夫不负有心人 因为她的坚持 她终于找到了知心人 即使是在那个 妇女社会地位低下的时代 只要你坚持自己的想法 不轻易妥协 也能得到自己想要的 最终 故事迎来圆满的大结局 李婉儿与书生 幸福美满地生活在一起 没有了后顾之忧的书生 越发努力地读书 奋发图强 终于考取功名 成为一方志士 而成就这段美好姻缘的对联 还在继续她自己的故事 创造着更多的佳话与传奇 好了 本期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了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会